你好,今天星期五是9月25日 昨晚美股站定一點,但也不是很多回升 整體來說仍然處於一個比較觀望的位置 這個位置仍然是那一句,大家減少少 等機會,個別股份,之前提過的優質一點的股份 等機會去慢慢買少少,但現在就不急著 今天之前建議大家借孖展去抽的,明完雲 今天就很好的,現在是29.3.5 比起16.5來講,就升了78% 當然大家中的中籤率不會太多,但也好 為什麼呢?這隻也不是過千倍,是六百多倍的超額 所以大家都會抽到一些 所以希望幫補一下,市場的震盪都很大 這隻可以幫補一點點 現在你看,其實它的走勢都很強 29.2.5、29.3,剛剛過崗二又上來了 但好不好高追呢?29元這些我真的不建議大家高追法 但如果有貨那些,如果有大小小的飛落了,抽中了好幾千股的話 其實就可以減少一半,減少一半 減少一半就留一半就拿來去做一個中線少少的投資 因為始終這類股份是一個新經濟裏面的表表者 為什麼呢?因為它和房地產的開發商的合作呢? 那裡它的市場市場佔了二十幾% 沒有其他一些SAAS這些新經濟公司可以比美 它是屬於龍頭來的 所以它的估值仍然相對來說都會比較高 之前提過的韋士佳傑,又回到一些 現在五個二號九 其實韋士佳傑這個都是做SAAS 和IaaS、PAAS 還有IoT、物聯網 很多的一些 拋貝阿里雲、亞馬遜、Amazon 很多的全部這些公司 都是和它有很多的合作 很深度的合作 那麼 假以這個時間來發展 其實它很平穩 你看看過去也很平穩 所以這類股份來說 作為中長線來說 是絕對可以留意一下的 但不是短炒 現在市場這樣變化 短炒是很難的 但是這些股份 是值得作為一個中線去吸納的對象 但是這個要時間 還有今天很明顯看到 9毛9 今天升了2% 去到17.9 今天最高去到18.2.8 9毛9 整體來說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趨勢 520 沙夫沙埔 都是一個不錯的股份 都是估計 未來有機會 慢慢做好些 當然 現在的市況 大家真的量力而為 之前有了貨 重點貨在身上 麻煩你們 都要減少少倉 整體來說 在 譬如9毛9 沙夫沙埔 這些上面 相信 都會繼續有一個好些的前景 你看回海底路 海底路已經54.1.5 跌了下來 今天又站穩一點 以前說的移海都114元 所以 餐飲業 特別有中國特色的 都是不錯的 都是值得去留意的 另外就是 百姓中國 百姓中國最近 見不到有什麼很大的起色 但是 看回來說 百姓中國 我相信未來 有機會 都是持續 會慢慢做好些 為什麼呢? 百姓中國 它有些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呢? 它現在是在396.6 其實 見過近低一點的位置 385.6之後 就慢慢上來 它就 雖然 它是 傳統的一些 參飲 就是 Pizza Hut 必勝客 還有 KFC 家鄉雞 加上 小肥羊 還有一些 咖啡 還有一些 其他中國的菜式的一些餐廳 都是屬於這個集團的 它是專攻了下去 三四五線 到五六線 城市 在國內 而 百姓中國 它是 國內的 餐飲 就不是香港 香港的 Pizza Hut 和KFC 就不是歸它 而 國內的 這個餐飲業 它做的 那個特別 譬如是 家鄉雞 那些 它不像香港 那麽簡單的 單一的 選擇 它有很多 不同的選擇 亦都不斷 有新的菜式出來 去針對 內地市場的口味 客的口味 包括 浸師傅 B星客 都是 你看到 上半年的疫情 和去年的疫情 不是太理想 去年的 整個情況 也不是特別 但是今年 上半年的疫情 影響之下 它仍然 整個集團的增長 都是有一定的 比較穩定的 而 為什麼它會做得 特別穩定呢 其實就是因為 它不斷有新的菜式出來 大家不要用 香港看 香港的 Pizza Hut 和KFC 來看 看這間餐飲業的菜式 它不是老化老牌 沒有了新意 不是的 它不斷有創新的 在內地的 所以 以一個這麼大的規模來講 現在都是稍微落後了 慢慢 穩定 市場 穩定 外圍 沒有再大幅度的下挫之後 相信這個需要時間 還未有這麼快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這是一個不錯的股份 另外還有 剛剛 星期一截止 有一個 加和生物製藥 都是一些B股 它是做抗癌藥的 這隻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還有它裏面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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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石投資者 是粒粒巨星 都是粒粒巨星 有 有 OrbitMath Funds 那裏都是 拿了兩億的 那個基石 另外 還有 Opportunities Funds SBCPA 這些都是很出名的 一些基金 還有 泰甲 醫療 這個都不用跟大家詳細解釋 泰甲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那另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基金 都有投下去的 很多的 那它的 上市發售的股數 是1,198萬 股 那 整體來說 那個盤面 不是很大 估計那個超額 因為很多資金回籠 超額那個倍數 一定過千的 可能去到1500倍以上 1500倍以上 1500倍以上 所以 雖然是這樣說 我都建議大家去抽一下 因為 這類股份 都是有一定的特色在這裏 今天 如果借孖展抽的話 就今天節 如果可以做到借孖展抽 可以試一下 這隻是另一隻 除了909之外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股份 今天 今天 就 講到這裏 大家 繼續 保守一點去做 我說的 都是給大家 作為一個投資的參考 因為 始終現在市場 大家要控制好風險 因為整個勢頭 不是太明朗 美國那邊 一方面 就是 它的科技指數 開始下跌 會不會後續還有一個再向下呢 而香港這邊 亦都走弱了 有些股份 就因為 調撥資金 還有一些 個別投資者減持 所以令到它下跌 這個是短期的行為 可能這個要捱得住 大家都是那句 不要太重貨 有多少少現金在手上 而走光 而要沽空 這個都不是一個合適的 在我來說 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這些時間 但是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選擇 怎樣去控制好的風險 就最重要 為什麼呢 留得青山在 下一階段來說 今年下半年 現在算是一個 中期的調整 調整完之後 到年尾12月的年結 我相信市場會更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包括疫苗方面的發展 以及美國總統選舉 塵埃落定 這些都會令到市場 開始穩定一點 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繼續加油 我又繼續加油 支持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圈 以及訂閱 免費的 多謝大家 講到這裡